全球的华人朋友,台湾同胞,大家晚上好 今天上午我在这个社区发了一个投票 投票的话题是这次台湾省地方选举 大家支持哪个政党 我设了五个政党 第一个是民进党 第二个是国民党 第三个是民众党 第四个是劳动党 第五个是统促党 结果大家投票下来我看还是比较活跃 也看得出来支持我这个频道的 这里面每一个部分的人都有 那么有17%的人来支持民进党 有23%的人来支持国民党 有8%的人支持民众党 有2%的人支持劳动党 有近50%的人支持统促党 当然我知道统促党在台湾的支持率是绝不可能这么高的 这部分投票应该是海外的华人 还有就是台湾的爱祖国这边的这些同胞们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咱们这个频道支持民进党的也有 支持民众党的也有 支持国民党的也有 刚好我看这几家基本上加起来 这三家加起来有近50%的票 国民党23% 民进党17% 刚好40% 民众党加8% 就是48%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投票的倾向 我觉得这个也只能是作为咱们这个频道的一个参考 一个参考 那么关于这次这个地方上的一个选举的话 我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正的一个听一下 最后我会呼吁台湾的朋友把选票投给该投的人 那么这次选举 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 我是觉得蓝绿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这个蓝绿 把自己的选民当做一个理所 当然 反正我台湾就这两大党 你们不投我就要投对方 从我观察这个台湾的时政媒体 无论是蓝的媒体还是绿的媒体 我都关注过 我就感觉这些民嘴啊 把这些选民 就是当做要投票 就把他们 就是当做自己的 把老百姓当成一个投票的工具 反正你不投民进党就要投我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太可耻了 我想对台湾人民说 无论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 台湾人民都是输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民进党它是持美国 或台湾的红利 国民党它是持两岸人民的红利 大家都知道啊 民进党它能够吃的红利就是美国 或台湾的红利 怎么能吃美国的红利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民进党的政客 他每年要去买美国的军火 那这里面的 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回客 这是第一 要去吃美国的这个红利 那么还有一些 美国一些所谓的 打着民主的幌子的一些基金会 也会私底下给这些政客 来给他们一些红利 来影响台湾的政局 所以说台湾永远在这个 内斗内耗的里面当中 这是他持美国的红利 那么他同时也持台湾省 台湾人民的红利 只要是民进党这一个官僚集团执政 大家都不用说了 从这个陈水扁开始 他就持台湾人民的红利 这个他服 民进党的他服 我想台湾同胞 无论你是1450还是817 你们都应该知道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无腐败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大家可以温一心质问这几年来 你们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改善了 你们的这个到底一家人能生多少个孩子 是少子还是多子 心里你们自己有数 你们的房子买不买得起 是不是高房价 我想年轻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那么国民党啊 它是持两岸人民的红利 说起这个国民党啊 它是更口误的一个政党 它不仅仅是持台湾人民的红利 还持大陆人民的红利 大家都知道啊 国民党的这一个上层的官僚 和买办集团的利益啊 它是纵横两岸的 这也就是大陆搞了很多的会台措施啊 真正的台湾普通老百姓 没有多少人是得利的 多数都是被这个国民党的这一些买办阶级 或者是倾向于国民党这一些 所谓的难营的这一些 台商 他们把这一部分的红利吃了 而且这些台商啊 在早年啊 还持大陆人民的这一个血汗钱 血汗的利益 就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所谓的富士康 当年呢 说句很实在话 当年的富士康 在中国大陆是由血汗工厂来租称的 后来有一天 那个所谓的郭总发了个言 是我养活了大陆人民 你看资本家 一旦挣到挣到了钱 就敲尾巴了 企业 你的企业不是 是大陆人民给你企业一口饭吃 而不是你的企业给大陆人民一口饭吃 所以这个东西搞反了 搞反了 所以说这就是忘恩负义的这些企业 一些资本家 当然 郭台铭这个人 我不想去批评他 当然他也不是说没有做对的事情 也有做对的事情 我这个人就是坚持批评的 这个方向就是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经历 来去评论一些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不足 那么国民党他不仅仅吃 大陆人民的这个红利 他也吃台湾人民的这个红利 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这一个官僚集团 包括现在在台湾的 各个系统的 军公教系统的 这些 当年有很多这些公务员 说实话 还是国民党这个体系提拔上去的 我相信台湾人民更有发言权 对不对 所以说 蓝绿它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和资本家 在联手来博 来博却我们的台湾工人 和年轻人的这一个权益 就是蓝和绿 蓝绿都是一个 都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它是联手他们相应的资本家 来博却我们的台湾的工人 和年轻人 所以说 要想改变这一个现状 就是要砸掉蓝绿政客的既得利益 把选票交给人民 我在这里要告读台湾人民 政客每次选举花多少钱 那么他当选后就会剥削人民多少钱 政客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 什么时候台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才是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 才是年轻人波云见日的时候 到最后 这次选举 这次台湾地方的选举 我呼吁所有的台湾朋友 把选票交给第三势力 那这里我举三个人 三位女士 希望在台湾的朋友 无论是觉醒的绿色青年 还是觉醒的蓝色青年 把选票交给台北的黄珊珊 新竹的高恒安 台北的苏恒 那么黄珊珊是台北的市长候选人 高恒安是新竹的市长候选人 苏恒是选台北市议员 我觉得这三位女士 在目前这一个台湾的政坛 我是比较欣赏这三位女士的 这三位女士都是怎么说 学历经历 包括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这是我比较敬佩的 我希望台湾同胞 有投票权的都去支持这三位女性 希望大家这次投票 不要等两年之后再来后悔 或者是四年之后再来后悔 我想没有后悔要 选举嘛 就是把票投给正确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聆听 大家多反思一下 多领会一下 我今天所讲的 绝对对你自己投票 有一个好的 一个 投票的动作 以及投票的一个想法 不论不论投了票 几个月之后再后悔 到时候那就完了 对呀 pizzivity łbym 你 大 饿 窝 zi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